大家好,我是七叔,欢迎回到频道,今天来分享就是这个蟒牛的MN99S,也就是第二代D90的下地体验 这是一个路虎授权的车型,细节还原还不错,有联动的灯光等等 我觉得动力是比较弱的,只采用了一个电子高低速加电子脱纱的设计 性能本来也不算特别的强,轮胎的感觉不错,比较软,在一些场景里可以得到更多的抓地力 而且搭配的弹簧也是比较软的,车子也有一定分量,穿越的时候还是蛮有姿态的感觉的 但是你要爬一些大坡,爬一些大的障碍物的时候,首先明显能感觉到它的动力是不够的 你需要去补油,低速模式的话你会比较容易操作,高速行驶也不会很快 不用担心说在一些什么草地或者说没有太大起伏的地方 它也不至于说一弹就翻车,但我觉得这个体验还可以 这个车子如果说去改装的话,我觉得唯一值得去调整的就两方面 一个就是说你玩的比较暴力的,可能说你的传动中需要去做调整 然后就是它的动力,现在网上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很便宜的飞跃者的动力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我这个也是刚看到这个消息了 它是这个外转子电机加上电条,这样子的话很便宜 100多块钱一套,你就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低速线性 现在确实无刷动力加上这种比较好低速线性的组合 再慢慢的优化,慢慢的降级,越来越实惠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当然需要前提就是说 最好是你的凉空气是支持连接新的独立接收机的版本 这样成本就很低了,做一些这种低速穿越的时候 可以一直稳定一个油门去做一些这种障碍穿越 很稳,不需要这种一吐一吐的那种感觉,就会很漂亮 同时避震器我觉得说就有点奢华了,你觉得有必要改 我觉得是没什么必要去改,除非特别喜欢 你说你再投点钱给它去改避震,因为避震器好的也不便宜 那我还是建议厂商考虑就是咱们用塑胶一个很廉价的方式 尽可能免维护的方式去实现一个带有点阻尼感的这种减震器 那这个体验又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更加希望就是原厂可以搭配一个这种无刷动力的版本 不要求快,不要就是说很猛,就是要它有很好低速线性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对于新手来说也更加容易入门,跑起来姿态也更漂亮 如果说原厂就搭配的话,还可以省掉原厂一套有刷动力的成本 符合起来价格呢可能也是蛮实惠的 因为它这个东西本身也不是很贵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合格和厂商来倡议 在这个入门级里面多多的放入一些新的技术 可以让大家更加好体验的更加容易去操控的 而且更加免维护的一些这样设备 提升大家体验的同时呢,产品力去提升 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会更加受到大家的欢迎 OK,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